如果库里这是辗转多地 取得了一些的成绩了 你也得认 这是库里啊 他通过双手的不断打拼 通过呀 这样一种不服属 不甘于命运摆布 斩获的一些的成就 因为最终你比较历史 这边经济体育就这么残酷 哪怕说你道德上再怎么洁白无暇 你打球不行 你同样入不了历史之上 真正说最终盖棺定论式的结果的这种发言 所以呢 还得靠实力说话 但是必然呢 就是说你获得了荣誉了 除此之外啊 因为你是奔走各地 夺得的这一些荣誉 那也就会死得 届实施政库里啊 外界真说有人想攻击他的话 多少呢 是有一定的抓手的 就你这个来回挑队友啊 来回不断的遇到一定困境情况之下 卷不开你就走啊 先走一步 你像这种做法呢 功利化的特点比较突出 你得尊重结果 但是如果说届实有人想要攻击库里啊 一定是会有抓手的 这就是这样 因此库里如果这是流浪各地的话 舆论呢 就是不太容易把控 一定会有大量的反对声音 攻击墙库里 这是必然的